神拣选以色列做他国度的范例 他建立以色列为神的国 做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 以色列在萨姆尔时代拒绝神的国 反而选择要人类做王 人类的王把以色列害惨了 导致以色列被掳 在被掳巴比伦的七十年间 神的国停止运作 后来有人回归却不再自由 经过几个世纪后 耶稣从加利利兴起 传讲教导并示范神的国 然后他派门徒到世界各地 带着圣灵的能力 做着福音的见证 就是神的国已再次临到这地上 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经过这么多年 以色列国和以色列民终于复兴了 因此以色列对于我们认识神的国 才这么重要 我认识神的国民主